相同比較好 按下去 全部一樣 這樣做出來怎麼會不漂亮 每個都整整齊齊的 漂漂亮亮的 所以你表單做出來的話 如果剛好給你的 一些同事用的話 就感覺不一樣 但如果說你將來要 做完之後你又想要保護起來的話 其實非常簡單你可以設密碼 它打開之後 如果想要去更改沒辦法 除非它知道你的密碼 那要怎麼更改密碼 其實非常簡單順便講一下 這個按右鍵 右鍵之後這邊有個叫做 VBA的屬性 屬性裡面的話就有個保護 保護裡面的話有沒有看到 鎖定 密碼 確定 儲存 就不會被人家知道了 所以以後VBA 你要保護非常簡單 就是怎樣呢 記得喔 按 選它的按右鍵 這個 屬性裡面的保護 保護起來以後 設密碼之後呢 除了你自己知道之外 別人就不知道了 OK所以今天的話我想 我們大概先講到這裡 那回去的話 第一次上課我會先寄錄影給各位啦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 我會再跟各位講那個 我們那個論壇的位置 OK今天的話先講到這裡 OK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 好 那相關的 補充資料也會在雲端白板上面 所以請各位回去喔 如果你今天覺得好像不是很流暢 或者是有些地方做不太出來的話 請各位務必回去要多多練習 OK 今天先到這裡 OK